金师国的战俘们 都给我听好了 若不如实交代 哪个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那么每隔一个时辰 我就斩杀一名金师战俘 你 最后一次机会 哪个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我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我去金师王后奉之威 方才本王在等你二位时 想起来与二人在白头亚的 激烈交战 可算是犹勇犹猛 让本王恍惚以为 今日见不着了回了 没想到本王 还是高估了你二人哪 既然舍不得离开这仆院 来吧 愿赌无数 请真正的王后 出来吧 就不劳暗王费心了 我二人愿以性命 还了你的赌约 言而无限 我可不喜欢你 我可不喜欢你 本王今日 便随了你二人的愿 说吧 谁先来 我来 启离殿下 天圣楚王宁义在园外求见 据仙报所说 楚王宁义因为杀了韶宁公主 被天圣地全境通缉了 有意思 有意思 让楚王殿下 在我书房等我 你们两个 好好再想想 去选得 楚王殿下 别来无恙 多谢安王殿下�ei心 quellong真是狼狈得很 楚王天下大财 谁仍不 � 这世上居然能有 难得到楚皇之事 可真是稀罕了 殿下请入座 好 阿妄殿下 你这是没有在啊 完全不是真心话 想来 你我处境相似 虽然都是皇子亲王 但尚有父皇 似物理抗花 态度不明 下有兄弟 如虎狼环绕 时刻惦记 你又何必嘲笑本王了 楚王殿下果真是私于知己啊 不知楚王 有何事来我这小小扑城 有什么需要本王效劳的吗 皇王殿下 想借你这宝地 暂留几日 以夺我父皇的天子之怒啊 照理说本王实在不该推举殿下 可眼下 本王也是岌岌可危 我认为这浮城未必是安稳之所在 本王万一要是解不了这危局 连累了楚王殿下 可如何是好啊 原来安王也有繁星事 古话说 一人即短 二人即长 说给本王听一听 也许我可以帮您参想参想 楚王此言倒是令我毛色顿开 恐怕这事 还真的非楚王莫能相助 殿下稍事休息 一会儿咱们一步划听 好 楚王殿下 楚王殿下 眼前这两位战俘 便是解决你我二人困局的关键 还请楚王殿下告知 谁才是那个该被处死的 假凤之位 哈 骼王殿下 你不就是想让本王帮你指认 谁是真正的京师王后吗 本王帮你就是了 何必这么大正事 不用杀人吧 楚王有所不知 这两名女子在白头牙 斩杀我大跃军事无数 真正的金氏王后 我留着有用 另一个不杀不足以 结我心头之恨 况且 我知道楚王殿下 是不会蒙骗本王的 王王真是心思枕灭啊 但本王可是天圣的秦王 这儿跪着的 可是金氏的王后 你怎么知道本王不挑起 你大跃跟金氏的战争 让我天圣得利 借你一只手 杀了这 金氏王后呢 您说得有礼 但本王倒是听闻 楚王殿下与那凤之威 私交甚度呢 虽然我不知道 他为何没能成为楚王妃 不过 本王倒是很乐意赌一赌 你宁毅 旧情未留 舍不得杀掉凤之威 楚王殿下 做个选择吧 很简单的 还要是本王不选 安王殿下 要是本王不选 会怎么样啊 那 我只好 把他两人全都处死 也算是为我大岳阵王的教师 报了仇了 渠王殿下 如何呀 什么如何 这桃儿 甜吗 这桃儿 甜的 楚王殿下如果不好选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帮你 这样吧 我数到三 要么你告诉我 他们俩人谁该死 要么 我把他俩都杀掉 金思雨 你 闭嘴 你再开口的话 我一样可以下令 处决你们俩 安王殿下 堂堂安王殿下 要稳定九五之尊的大岳安王 本王要跟你说啊 千万不要被愤怒 和不自信淹没 天啊 楚王殿下 不必激我 劝你有时间还是好好想想 他二人的生死 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今天他们两个死于此地 楚王殿下 你 才是杀爱他们的凶手 一 二 二 三 不得方箭 大胆华雄 再放肆 为什么这么落马 殿下 你奴婢虽然跟了王后 却也不忍眼睁睁 看着暗王如此逼迫救助 华雄 本宫若是能偷困 定会赏资于你 原来这位姑娘 是褚王的顾娇 怎么不早说呢 早说 要好免得这些误会不是 sex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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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王殿下 如若我说 她是我放到凤之威身边 照顾她的侍女华穷 你会信吗 看看 被我们天生的两个女子 吓破了 郭俊 在 在什么在啊 还不赶紧让所有人退下 是 退下 好久 好久 热苦了 Bert 看 我又要去 我认为你 得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青丝缎密的人过奖 既然是大成的长孙时 那应该在肩胛骨处 有一个青色的胎记在对 不知本王可否检验一下 那我们殿下这样不好吧 殿下 可有青色胎记 确有 此具京师 风之威危险重重 她的身份越少人知道越好 你可愿保护她 殿下既有此问 想必并已有了良策 花雄愿保护之威 万死不辞 风之威身上 有一枚长孙时的台极 本王也会让人 在你身上做一枚 这个药膏让风之威使用 可以遮掩台极 花雄 拜托你了 久闻今师王后奉之威 智勇双全 今日终于得见 实乃不易 本宫早已坦诚身份 只不过安王疑心病重 不肯相信罢了 是的 是的 本王错了 金师王何连忠 金帅大军 已经抵达普常仇外 看来金师王后 真的是对金师王 至关重要啊 来得正是时候 王后这副样子 怎么能见金师王呢 来人 快带王后下去 沐浴更衣 是 好 可否请他亲自上城头 迎请金师王赫连争 来普远团聚 你可愿前往啊 本王理解得到安王的意思 但只是担心此举 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呀 楚王此话怎讲 你已经见到了 凤之威性子刚烈 万一到了尘头扑子跳下去 安王 你就会鸡飞蛋打 万一此举刺激了贺连珍 他不依不饶攻打蒲城 这诚实施了 事小 如果你父王对你不信任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有楚王在我这浦园 他舍得跳吗 这也受不好啊 那就有请楚王陪他一同上城桥 他要是真跳 安王殿下还真是自以为是 我家楚王只是套你这不诚 来赞避风头 那只是说的客气话 你当真感动他吗 万一楚王殿下 在你这里有个一刹而作 天生陛下灭火烧到大鱼 去盼你家父皇 要拿你几几 安王殿下 少安勿躁啊 一个婢女说话而已 一个婢女说话而已 老穷 想去把伤口炮扎好 问完过会儿 我向你问话 快去 安王殿下 我们两个人都会在意 黎四 这是我们两个人都会在意 要不我们坐下来 上上一个两全之策 楚王有何想法 说来听听 安王殿下 姿势体大 你我需从长及弈 我没见过王后 免礼 你们俩快把他扶起来 怎么回事 你们大悦的下人 就是这样伺候主上的吗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请御医 去呀 王后息怒 奴婢这就去 姐姐 芷威 你今日之举 真的把我吓坏了 我有事情要问你 你先别忙着问我 你可知楚王殿下为何而来 我看今日的情形 他倒是先来救我们的 只是不知道楚王有何计划 你我要想办法 尽快见到楚王才是 姐姐 那您已一向灭冷心热 我只是担心 不论他做何打算 那情思欲都不是好相遇的 我怕他有危险 我倒是觉得 楚王像是有备而来 我们还是要找司机 先听听他的计划 若是可行 您我也好尽力配合 若是不可行 咱们再另做打算 好 只是 怎么了 又为何叹息啊 姐姐 这位只是想到了一句苦语 今小时迷宁之中 就早已注定了 我跟他的结局 迷不有处 相可有处 我跟他因一场悲剧相识 也注定会以悲剧结束 这就是我能念 你还是忘不了他对吗 你怕你自己会害了他 姐姐 我只是他 我已经害了我的阿娘 害了冯海 我怕我会害了你 害了孔南依 害了贺连珍 他害了每一个人 我 好久 请你务必要答应我一件事 那静思雨对我实在彼得 假如因为我而耽误了你 你的倒亡计划 你一定要杀了我结束这一击 你听到了吗 冯之威 你现在慢慢不能想着想 你要想想 那些跟着你出征的僵尸 那些在今世 等待他们回家的亲人 你 冯之威 你必须活着 带他们回家 冯之威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答应我 不到最后一刻 我不许你经验放弃 我不许你经验放弃 你 奴婢见过殿下 免礼 华琼 王后如何啊 回禀殿下 王后嫌得气闷 令奴婢出来寻些花草回去 这株 这株就不错呀 那帮回去吧 是 是 奴婢告退 本王有话要问你 还不快把盆景 给王后送去 是 跟我来 除了你跟华琼 还有其他人背负吗 应该还有 只是目前情况不明 天下可是有何计划 我会尽快查清 其他人的情况 等 大月太子 会帮本王找到 这浦原的密宝地图 他怎么会帮你 本王给了大月太子 办法名单 是近思雨 安插在大月朝堂的 密宰名字 天圣楚王灵意 拜上大月太子殿下 本王手中握有 安王近思雨 安插在朝城身边的密探名单 愿与殿下交换一份 蒲原密宝地图 为了你的黄土大业 殿下应该满意 这份交易 苏苏苏派人送到大月京城 朱雅阁 只怕我们等得了 那近思雨可等不了 我总觉得他在高贵 既然知道这浦原中有密宝 不如我找时机查一查 不可轻举妄动 只为 你与金思雨交过手 他是个狠角色 如果他一旦知道 我们也知道密宝一事 他一定会死守延防 未来我们想逃 就难于等天 所以现在 拖延时间 才未上策 如何拖延 华琼 你就跟回本王吧 你跟那王后 没好日子过的 王后可以生病 病得越重要 这院中有一个自称 是日落作神女的家容 被禁似于关城 不知是否与你母妃有关 殿下 殿下 殿下现在又跟奴婢有何差别 不也是逃亡之死 无家可归吗 你 走 你说了什么话 你句句都伤了我的心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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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郎中真是话佗在世啊 我阿娘这喘疾 已经三十多年了 没想到顾郎中的方子 抓了三天药喝下去就好了 还请先生受我一半 我更惨啊 我都到中年了才方得一子 成不想这孩子三岁时 受了惊吓 吃了神事 这疯疯癫癫的一直到现在 我们这一家人啊 寻遍了名仪都束手无策 直到遇到这位神仪 神仪 请受我一半 也请受我一半 我进 时不得时不得时不得 快请请请请 请请 见过楼一一 将铺子里的药材单子 全都盛出来 安芒殿下 令我来寻几位药材 好嘞 小燕这就去办 顾某云游情依 就是为了玄乎几时 这话筹在世不堪当 可也不慌多让 不慌多让 我大的口气啊 这年纪小小的 嘴上的毛还没掌权呢 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这舌头还真闪不得 人舌下有四窍 两窍通心气 两窍通肾义 你分得人精气这根本 万万闪不断 说得不错 那我再问你 这小儿失了绳痣 你又是用何方 沈亿让我取了几个头发肉的药 头发 还必须是男子 还必须二十年以来 吴吉焕颜帽红白鱼 顶心取下了头发 你这是装神弄鬼 招摇撞天吧 你何处此言啊 我 我可对沈亿无敌 此书乃宗宝 毕生所学 挥之而成 为了执威 你可愿意 一字不差地将此书背下 当时啊 我也不信 心想扣冠地扣摔 这就治了 结果没想到没想到 治好了 我孩子三岁至今七年了 七年啊 第一次认出我是他阿姨 我当阿姨了 我当阿姨了 你不懂 我当阿姨了 儿子 阿姨了 找你了 多谢神医 发者血之鱼 埋之土中千年不朽 这坚之至枯腹有夜处 此证神话之应验也 这疯癫之人啊 多是神志被疯 以发为药引沟通灵窍 方可重启善致 似乎有些道理 吴玉依 您这是要寻什么 特殊的药材啊 我是来寻莲华直竹 你可曾听说过 快不得 一一对这疯癫之症 颇有兴趣 可这直竹欲求 莲华难断 你是知道 莲华直竹伞的药方 顾某也是听师父提起我一样 这青年一方早已失传 可惜啊可惜 罗某倒是小有所成 不知顾郎中 可愿与罗某一起前往浦园 切磋一二 还望殿下不计前嫌 救救我家王后吧 华琼姑娘莫要着急 本王跟你一样 希望你家王后早日康复 依依 真卖结果如何 是吧 启禀殿下 王后这脉象 微臣也无法确诊啊 你家王后可是有何顾忌啊 可是有何顾忌啊 不想王后一向暗胎 若是暗王殿下 当真不愿施以元首大可明眼 何必如此作态呢 姑娘错改殿下了 实在是微臣医术不精 不如这样吧 殿下 今日微臣自成中 请了一位游风郎中 此人医术高明 在门外候着呢 何不令他试试啊 进来吧 尽管啊 王殿下 快去给病人问诊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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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章 李宗盛 在你看来 可有什么异常啊 殿下 单看症状确实昏迷不醒 不过 脉象却没有那么严重 宁毅 一定是他在倒轨 拖延时间罢了 本王倒是很好奇 他到底在等什么 你且令那郎中 无论问卖结果如何 开张方子 本王有用 是 是 安王殿下 是 楚王殿下匆忙前来 不是为了王后突然病重一世啊 真是什么都逃不过 安王殿下您的法言 我听说那王后生病了 想去探病 但是回头一想 我运的风之威之前有些纠葛 现在她以为人妇 我去探病不太方便 所以到安王殿下这里来 探一探他的病情 殿下莫及 这边请 好 好 好 殿下 果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啊 本王看来 王后奉之威病得不轻 一时半晚恐怕难以恢复 本王也在犯愁 你看那金世王贺连针 就堵在我这蒲城门口 这个时候王后再有个什么闪失这仗 我想不打都不行了 原来安王不想跟金世开战 那本王就放心了 您一定会好好地照顾王后 您的福德一定会有回报的 借楚王吉言 我也希望这王后早日康复普城 免了战火之灾 也好让楚王殿下在我这儿 多避些时日 想想如何应对天圣陛下的 雷霆之怒啊 要是母妃还在多好啊 至少能在父皇身边 帮本王美艳一两句 也不至于让本王如此难堪 安王殿下 你我都身于皇家 同兵相连 你应该会明白本王的隐瞳吧 本王母妃早早先逝 也是本王必生之憾事 似于常想 若是能令母妃复生 哪怕是这一一生 眼妻息鼓求于这补城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安王殿下 你私母之情 安王感同身受 有一件小事 还望安王体恤 但说无妨 上次安王跟我一起 遇见一位叫佳容的姑娘 我多看了她几眼 安王还笑我 其实是 我闻到了佳容姑娘身上 见于我母妃身上的香味 我怀疑她是我母妃的族人 可否请安王同意 让她跟我见面 我向她问一问 母妃族人的事情 一切本王思念之苦 可否啊 除王殿下 何须如此客气啊 小事一桩 我即可命她前去见你 多谢安王殿下 请 你不必见过安王殿下 不知殿下召唤所为何事 华穷姑娘不必多礼 不知你家王后病情如何呀 这里是那位顾郎中 为王后熬制好的药 可是本王在想 这顾郎中 毕竟是一江湖郎中 王后奉体金贵 本王不敢为她随便用药 所以本王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可否请华穷姑娘 替王后释药啊 奴婢替王后谢过殿下 姑娘免礼 麻烦姑娘了 麻烦姑娘你别义她 麻烦姑娘的老王 包好 furnace 不用担心 noble 为兴许 爱 吴 启禀殿下 微臣的植主伞炼成了 植主伞 就从这侍女华穷开始 启禀殿下 迈向平和并无异成 那就好 那就好 赶紧的 去给王后用药 奴婢告退 不讨论 把蜘蛛藏给王后抚佑 那个 不是金氏王后 奉之威 抬她下去 这是王后的药医 拿去碾碎 不可耽搁 还不快去 拿去 南翼 这药可是你开的 都有什么呀 放心吧 都是一些补品而已 花雄到底怎么了 他没事吧 楚王在等浦云的密道地图 为了配合他拖延时间 只是暂时昏迷 你别担心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贺连正带我来了 他在城外等我消息 等我出去以后 再想办法救你们 那你可有办法出城 只要是可以出这园子 出城不是难事 这几日你寻个时机 以买药为名出去一趟 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贺连正 让他做好接应准备 叫他千万不可冲动行事 好 明白了 你也要保证 照顾好自己 难一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 好 我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族人了 太好了 可怜我们的日落族 竟是因为天圣皇帝和你姨母雅乐的一段孽缘 就把我们合族的人杀了这么多 当年听闻姨母没了 族长就曾预言 恐怕神女先去 恐怕神女先去 日落族 就会从此没落 一遇成蝉 不知道那些侥幸逃脱的族人 如今都在什么地方 如今都在什么地方 姑姑相信 宁毅会去寻找他们 家荣日后 好好地照顾宁毅 她吃的苦太多了 姑姑放心 如今 表哥是家荣唯一的亲人了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子璐 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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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王已经可以让你出蒲园 这次你去见面之人 是大岳太子的密探 万事一定要小心应付 如果遇见危险 我必保护自己 远哥放心吧 家荣知道 此事事关我们所有人的性命 定会设法 将密道地图带回来的 好 小心 机灵一点 去吧 这一路走来 还不知道 世卫大哥的尊姓大名呢 我姓高 大伙都叫我石头 那真是太巧了 我有过哥哥 小密也叫石头 是吗 那可真是小得很嘛 不如 在捕园的这些日子 你就做我的石头哥哥吧 我 石头哥哥 小密口渴了 请你喝杯茶 喝好 好 好 难易 这是密道出口的半张地图 你想办法 你想办法交给贺连珍 你怎么了 我没事 邓处王找到入口的半张图 咱们就可以安排逃离计划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大约是一直提防着静思雨 太过紧张了吧 这些日子 一直都没有休息好 没事 芷威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尽量保持休息 要保存好体力 我们才能逃出去 姐姐 这几日你要以王后的名义 向静思雨提出要求 设法让我们看看其他战俘 莫经情况以便救助 这事交给我 你只管保全好自己 你只管保全好 这里面有三颗药丸 是师父让我给你的 他说万一有危险 可以用来解毒 我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见到夫子了 离开迪经时 我知道我伤了他的信 他还一直念着我 南茵 若有一日你见到夫子 替我说声对不起 要建议起见 师父说了 不许我离开你 只怕我再也没有机会 回到迪经了 威王殿下 既然陛下令威臣考察威王 作为储君的能为 你我二人只能相互信任 这第一件事吧 不如通往青龙寺走一走 与佛祖面前蒙事 互不背弃 殿下以为如何 你还要去把我 本王尚且猜不透 这个辛子言 究竟要做何打算 你要小心不防 如今正是非常时期 千万莫有 中了辛子言的圈套 属下遵礼 别想 你还要去 怎么回事 属下并没有发现 可疑之处 宣臣 清兵殿家 大约是年九师兄 才能起完掉了 不似有人故意为止 还是要小心为上啊 你安排属下留在此处 暗中摩擦清楚 是 见过新大夫 见过魏王殿下 殿下请 大夫 这是为何呀 别提了 新某也是莫名啊 近来见魏王的路上 好端端地走着 突然就从假山上 掉下块石头 把桥给砸了 你说 着实怪异啊 大夫 本王方才在来的路上 竟也奔一根柱子 砸了马车呀 那这其中 会不会有什么讲究啊 你二人尽其命犯小人 要当心哪 敢问大师 可有化解之法 各自回府 送进供佛 百日不得见面 百日那可不行 陛下 何以允许我们百日不见 不行 在说这百日之中 谁知道又生出何种变故啊 大夫所言极是 此法的确有些为难 敢问大师 可另有他法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各自找一位 八字相合的身边人替代 不过 因为不是本尊 需要来青龙寺 闭关供佛百日 大师 大师 我家娘子倒是与我八字相合 那再好不过了 可是百日 太长了吧 那就请施主自行决断吧 那还是请我家娘子来辜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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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 那这算是 我不能偷负吧 这算是 这个变呜负了 那就是 回大师 事至今之人 大不小心 等一下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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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我们开始吧 一旦结了伤身骨 你父皇 就会无所顾忌 小竹子 这你想好了吗 如若父皇和我 全无亲情 只靠着双身骨为心 明依也太悲哀了 借了汤 我要用我自己的命 堵着一铺 活 要活个清楚 死 要死个明白 来 我不会要死的 嗯 干什么 主子 我去慢慢收着 民兵 zahl 毅 遍 凌晨 凌晨 殿下可在啊 在 不过 我不能帮你进去 你也不要问我原因 你家主子一向鬼鬼祟祟的 我早就习惯了 我也没有打算问你 还劳烦你转告楚王殿下 安王将于今晚有时三刻 于花厅设宴 庆祝王后康复 在下一定转告殿下 北京 天下怎么了 这里有件排毒的妖妄 殿下可否复庸 是凤之威 不过是 殿下刚刚结了谷毒 正常的翻译 谷毒 殿下怎么会中谷毒 何时的事 不着急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 小厨子 你要记住你母妃说的 远离皇家 去选择自己的幸福 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宁依 你我本就不该相识 当初我真是昏了头 为何一定要见到 多少次 说了江湖不见 为何又扯到一击 毒渊 你为何非得是个皇子 天下 你醒了 谁会 天下 你为什么哭了 你不是说 祸害一千年吗 我这个老祸害 且死不了呢 别哭了 别哭了 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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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凌晨 姑姑 殿下 脉很乱啊 像是用了什么药 可又不像是中毒 老奴医术有限 我想只怕是请了郎中来放开文童 你一定要见思雨 做了什么手脚 这蒲云的郎中 我不信 我要想办法 找外面郎中回来 你不信